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金交叉变到第三名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有独家的分析 不过我们还是来先听听 洪秀柱在国民党党部怎么说 换柱好像突然从坊间的谣传变成了正式议题 我想这是我个人的努力不够 让本党同志忧心 让外界善效 让有心人见缝插针 我当然要反攻自行 自我检讨 但是我也要再次的向所有的支持者 说句心里的话 请大家放心 我会坚持参选的初衷 履行我的承诺 我不会私下接受任何条件的交换 也不会向任何不合理的势力低头 去年九合一大选的挫败 让本党笼罩在失败主义的氛围下 在这样的环境中 就逐选择了挺身而出 经过初选的打磨跟洗礼 全民的民调 以及本党全代会的支持跟托付 从那一刻起 我的参选已不再只是个人的进退 或者是取舍 更代表本党对国人的承诺跟决心 既不容我个人再有任何的犹豫 也不容本党再有任何的反复 否则我们失去的将不只是明年的大选 更是国人对本党最后的一点期待 尊重跟信任 其结果更是本党的根本的崩溃 刚刚听到了洪秀柱最新的说法 他说不能够被不合理的势力给打败了 Cocie怎么看 其实洪秀柱副院长 他今天还是用这种精神喊话的方式来做最后 对于他的提名资格的巩固 他是在中央党部开记者会 原先不是说在立法院说要赌麦吗 回到中央党部 如果他今天占领中央党部 不晓得明天会是怎么样的状况 因为明天中央党部要开中常会 我自己其实真的是功逢其胜 上一次国民党的最大的政治斗争 是1990年的2月的流产政变 那个时候可能在场很多人尚未出身 那个时候的主流跟非主流的斗争 其实在权力拥有的基础上面 所谓非主流的也就是不是党中央的这一派 他们权力是很大的 有行政院院长有国防部长 有没有就李焕 有林阳港司法院长 有郝伯春林阳港这些人集结 他比现在所谓的非主流的洪秀柱 要拥有更多的政权的地盘 跟一些权力基础的人脉 最后都还被主流给打败了 但是那个时候 他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网络 没有那么多政论节目 所以大家感觉到那个烟火 外围看来不是那么严重 可是那个时候我刚好是在报纸工作 那也是非常可怕 可怕到什么 就是大家最后还是要比实力 所以今天洪秀柱副院长 他自己应该也知道 这场战争 如果国民党要从制度化来进行的话 那他恐怕最后还蛮难过关的 那这个制度化是谁说的呢 据说是马英九给朱立伦的一个指令 就是你要换 那我不沾锅 我不帮你劝队 那某一个人不可以出来做总统 其他的请你制度化 换掉洪秀柱 所以就有江硕萍的提案 还有李欣这位这个国民党的这个 他应该是深蓝的选区的这位台北市议员 不惜牺牲小我 今天因为我在网路上看到好几个 要把你叉叉掉的一些脸书上 对不对 把你罢免掉的 那这些都是制度化的作为 就是中常委提案 然后像李欣这些民意代表 代表民间基层的声音 那真正的决战点在哪里呢 其实朱祖姐真正的决战点 就在明天的中常会了 那明天的中常会跟全代会 那国民党里面搞斗争的人多的是 他们非常知道 所以今天早上大清早 就去了解中常委的这个状况 那了解临时全代会的 全国党代表的这个意向 这个应该是党代表嘛 对不对 那他已经被这个接触了 他应该是换柱派 那这个今天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有这个 所谓的打电话的变化 据我知道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去叫地方党部 去了解党代表的意向 第一时间第一个问题 是问说你站不站成换柱 那为什么后来又再追加一个问题 并不是说换柱没有过半 不是 是因为 对 是因为一开始 你问换柱的时候 很多党代表没有那么不负责任 他说那你换柱完 and then 谁要选 接下来是什么 所以在问的时候 有一些党代表就说 那请你给我一个完整的规划名单 所以党中央就立刻 对不对 是这样 因为你是党代表被接触的对象 对不对 你还没被接到电话 连我都还没接到 对 据我知道是说 因为有这个反应 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个 征询党代表意见的名单 跟这个意向书大概就增加了一个叫做 换掉洪秀柱这位候选人 那征召朱立伦主席 你们的看法怎样 所以现在是在进行这个 而且希望在短期之内能够得到答案 党是有党机器的 这个国民党的党机器运作起来 我认为要过关是很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中常委 据我知道在中常会里面 会挺住的中常委 大概就是 这个是显性的 显性的挺住的中常委 就是谢龙介跟沈庆光 廖万龙 跟黄志雄 我们这个表里面 这个黄志雄不是那个立法委员黄志雄 是另外一个 是一个台商 贵州的台商黄志雄 那其他人大概都是行政院系统 党中央系统 大概都不会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挺 看来只有台商相关的系统 台商系统 那廖万龙这个刚才已经 我已经问过他的意愿了 他说他明天请假 OK 这个跟我所认识的廖总裁的人格特质很像 他几乎是不介入这个非常正义 而且会得罪人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觉得他请假也蛮好的 因为他有问我们大家的意见 我们给他的意见就是你还是请假好了 那黄志雄这个应该不会发言 这是党中央所掌握的 我刚才有问到党中央 所以呢据说现在党中央 谢龙介我觉得他比较尴尬 因为他原先就是红秀柱的发言人嘛 那你说你现在叫他突然就真的就来换柱 大概也不太好意思吧 所以谢龙介中有一点基本道义的兄弟精神嘛 剩下一个审庆光 那据说党中央大概在今天下午开始就想办法去疏通审庆光 但是不管怎样 其实这个跟那个主流分跟非主流的战争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不就是起立派跟投票派嘛 最后本来要投票的嘛 那就是数人头 那当然就是非主流就输了 所以明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大概先会通过这个提案 这个提案呢 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明天要提案的这个 提案人都已经有这么多了 这个提案人大概就江硕平领衔 江硕平如果没有被指示 或者说没有人去拜托他 我觉得他也不至于做这种得罪人的事吧 尤其张硕平还是黄复兴系统出身 因为他以前应该是情事单位出身嘛 市议员做过台北市市委员 在市里北投这些区 对 所以他基本上来讲 我想这个就是要满足超级党员 马英九所指示的制度化 好 那就制度化 因此大概这个有这么多的立法委员 这个黄昭顺 姚江陵 范成莲 这些以前在开中常会的时候 都已经提出来要换柱了 那还有陈宗欣 侯彩凤也是表达过意见 这个有陈信静 林荣德也表达过 许舒华 许舒华应该就难投那个立委 他已经说 对 他已经 对 而且他曾经说过 政府可以换国会要监督 那他已经这个对于要分裂投票 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立场 林文睿 这个吴晨琼 琼秋 还有张玉美他是医院的负责人 这个对 尤家富 陈文翰 萧景田也曾经表达过意见 邱炳华表达过 廖国栋 廖国栋其实就是那个他去吃早餐 他去吃早餐 人家问他要不要换柱 他说不要换 然后对方早餐店老板说完了 那他曾经公开讲过 所以还有李亚敬 大概这个已经这个提名的人就有将近 提案的人就将近20个人 那所以呢这个临时全代会大概就已经党中央了 目前我们是知道就掌握了25票 那党中央掌握了25票 那明天大概我们的这个 这个25票的这个情况是非常明确 那大概朱立伦我询问的结果就是说 朱立伦应该会用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那处理这件事情之后立刻 其实党中央的发言系统像杨伟中啊 或是其他人在公开场合 从昨天起已经非常明确的说 临时全代会两个礼拜之内就可以开 因为中常会完全通过之后 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 中常会就可以决定嘛 再加上地方这个县史党部的主委 有一半同意就可以召开 所以我想最快就17号召开 那我认为如果洪秀珠副院长 要打这一场这个提名战的话 其实他不应该是那种威胁战 或者是放话战 他应该想办法去说服这些中央委员 或者是他想办法去跟党代表接触 请党代表帮他翻案 但是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他所拥有的人脉 他所拥有的这个地方基层实力 没有办法让他做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算是他说 你要假处分这个部分 那党中央据说也找了律师 这个来看这个事情会不会成立 第三 你参选到底这件事情 这个是很难的耶 因为你参选到底 你还要连数30万人 这个是中华民国总统的选举的规定 所以我是分析党中央最后非处理换柱这件事情 不可的情况 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 除非他去打一个官司 就是我的参选的权利被剥夺等等 但是我认为大概不至于把这个 如果真的这样 那洪秀珠副院长如果再公布录音等等 那就太互相毁灭 太玉石俱焚 而如果你公布一个录音 人家私下跟你讲话 你公布录音 这个有没有违反人的相处的人格的这个问题 就是私下讲话还录音 但是不管怎样 我认为朱立伦主席 他今天早上讲了个实话 他说这个是不能为了个人理念来坚持 对不对 那他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为了理念 把我的立法委员选情给打死 他几乎讲白了 我现在出来就是因为要救选举 他们这边都已经说了 中常委提案很明确的 你知道把问题都出来了 就是未来如果我们 我们泛兰无法超过修宪的38席门槛 对中华民国跟中国国民党伤害很大 这个提案告诉大家 这个过程太丑陋了 对中国国民党的伤害不是更大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估计过朱立伦如果选的话 可能可以维持38席 如果洪秀珠继续选下去 国民党的门槛的38席都维持不下去 今天早上我跟一个相关的人士在讨论 他们说他们的估计大概朱立伦选的话 新北跟桃园可以救6席左右 可以救6席 那云林以南还是全军覆没 那彰化以北可以想办法把几席救回来 大概最好救8席 这个我不知道 不过不管怎样 其实 洪秀继续不退 洪秀继续不退 你党就让他退 全国代表大会就让他退 所以说他在林全会废红珍珠 用什么理由呢 违反主流民意 可以这样吗 太抽象了吧 我跟你讲 其实我觉得朱立伦主席最没有说清楚的 其实国民党这一次最正当的说法 其实就是路线之争 基本上 但是因为朱立伦自己到大陆去的时候 跟习近平见面 曾经说过两岸同属一中 所以他的那个两岸同属一中 跟一中同表之间的区别 他要做一个论述去说服人 那侯秀继被抓到的这个把柄 就是他最新的中级统一嘛 对不对 这不就两岸同属一中的意思吗 同表到中级统一 那中级统一跟两岸同属一中 中间是不是还有差别 应该还是有 因为两岸同属一中 他说是一中个表 那我认为其实国民党欠一个论述 这个论述其实可以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你的这个路线是走上深蓝 那你将来变成深蓝跟反深蓝的一个台湾 那不是国民党长期发展的这个基础 那国民党发展应该就是本土化 台湾化 而且是马英九的新台湾人 跟马英九的这个台湾人优先 跟李登辉前总统那个时代的一个本土跟这个法统来整合起来的国民党 所以这一波的整个的这个换柱 那你看得起来就是说国民党内部有一些人 他们的斗争的这个能力跟斗争的学问 真的比起当年李登辉来实在差非常多 那李登辉总统那个时候面临的形势是更险恶 非常非常险恶 那基本上来讲这个对国民党的发展到底是如何 很难评估啦 可是主流跟非主流 最后的结果是蒋燕市出马 李登辉前总统做了一个非常超级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是让郝伯村做行政院的院长 他做了妥协 所以在政治斗争里面一定是有妥协的 我不知道朱主席要怎么妥协 可是苟姐如果违反主流民意就可以让他废纸提名的话 洪秀书在今天他也不是不知道喔 而且在昨天到今天为止都不断温情喊话朱洪沛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下午他还是非常的这个坚持要参选到底 难道他不知道他会被废纸提名吗 他不会做其他的反制吗 我觉得洪秀书副院长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一直关起门来 他不了解状况 我先说一声 从六月中六月下开始就有换洪秀书的计划 那换洪秀书计划第一波不是朱立伦上 第一波是王金平上 然后接下来是吴对义的人马也有意向 后来一直发展到最后 朱立伦被迫上是因为立法委员席次要低于三分之一了 他也要负责 那所以当然这个洪秀书要负责嘛 那可是党中央也要负责 问题是洪秀书副院长一开始太低估了 党内对于要换他的这个声浪的后座的效应 那平良心讲我今天问党中央的一个人 他说其实那时候他破砖之后 党中央里面很多人都以为朱朱姐会自己自动退选 所以就在等他退选 没想到他没有退 你知道这个情况到什么地步 据我知道连郁木铭 新党主席都劝退他两次 这是今天确切的消息 新党主席虽然他讲话 有的时候我们听到非常的大这个中国 这个是以中国代表自居 但是郁木铭都在这个选情的考量 跟这个整个台湾的主流民意的发展之下 劝了他两次叫他退选 那国民党中央的人说 连郁木铭都看出这个主流民意的状况 那为什么洪秀柱没有看出来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到底发展会如何 或说洪秀柱副院长 有没有最后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智慧做判断 我觉得还是可以在等待了 因为国民党是一个很奇怪的政党 他经常有急转直下的令人惊奇的发展 所以说不定明天还会有什么样新的剧本 也不一定 寇姐有一个说法是说 共产党对岸其实还是挺住的 因为他知道换朱也输了 但是因为住对于这个一中 是这个不遗一力 所以他认为这个时候 应该要鼓励一下这样的人 如果他被这个台湾的主流民意给打趴了 某种程度来讲 也是间接打了共产党一脸 所以共产党不能挺住 如果住不到两百万票 那不是共产党在台湾也 好说也不到两百万票 那都被做掉那不是更糗吗 其实共产党在昨天 当然钟平社不属于共产党了 可是昨天在晚上七点半钟左右的时候 就在这个洪秀珠他们阵营在五点半左右 发出了一个由封传媒这个所发出的消息 说他们开紧急会议嘛 对于张亚中这个临时这个找幕僚开会 要白色联盟反制等等绝不对选 可是在七点半的时候 钟平社发了一个短短的消息 就是说换柱珠上已成定局 那到今天的时候 连共产党的这个学者都说 这次是真的 我告诉你每一次都是真的 只是没有这个具体行动化而已 那我认为共产党其实现在的规划 还是以蔡英文当选 他的下一任对手作为一个主目标 这个我这样 我就说 另外我就先讲了 我在这里透露了 我有另外做了一个梦 又做了一个梦 这也是之前做了梦 梦见啊 中国大陆那边有一定影响力的人 都拜托 透过管道拜托说 为什么洪秀珠这样 千万想办法传达 就拜托他不要这样子搞 因为中国大陆也很清楚 他们觉得说 不管你猜英文今天就算当选 他们要的还是两岸能够稳定和平 那洪秀珠这个相思 跟国民党要撞 两个烈火的相撞的做法 中共也吓坏了 中共也支持换柱的了 对 看起来党中是吃了衬托血了心 因为现在也看到了党务系统说有绝招 如果说柱柱姐真的换不下来的话 他们要给他空城剂 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党务主管 他们全部都要请辞 他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到时候就包括了朱立伦 郝龙兵 黄敏会这些 你不可能党务主管都走光 然后主席副主席 看起来新歌是换不掉了 我现在也可以直接回答了 现在不只是说党中央曾经 高层有这些所谓这个高阶的 这个主管们对党的领导人 有发出这个所谓的这种通牒 就是说如果他这样看下去 我们也不干了 捲铺盖走人 我现在切心硬意告 包括红办的这一些里头 一些所谓帮忙的这些重要干部 你等着看好了 已经已经有人撤了 一些重要的一些曾经担任过政务官员 已经离开红办 比方说 比方说 叶匡市 拿奖啊 总干事的位置 对 就是说因为他们对于 另外一批的幕僚 对这个路线上很不满意 那我其实我跟Coco姐 这两年同台以来 他今天讲这番话 我算是比较赞成的一个一席话 很难得 很难得 因为他算是讲出了一个 他心里面的一些话 那也是一个 也是我的一些想法 其实基本上 我的一个看法就是红旧柱当初愿意站出来 在十一二九之后 把国民党的局势暂时稳住 我觉得红旧柱对国民党是大功一件 我觉得全党包括朱宇仁欠他一个谢谢 要跟他说声谢谢 但是成为 计完大功就开除 也不是 我觉得不会开除到 不会到走到开除这个地步 但是你成为一个党的候选人的时候 你要我觉得成为党的候选人之后 要把党的路线走宽 我们看到每一次选举不管蔡英文也好 他过去是个台独一边一国的主张 论者他都会维持现状 那你红旧柱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候选 你要把路走 不能把路走 现在红旧柱该怎么走呢 辛哥 因为现在看起来 他说他要坚持到底 如果说现在朱宏配 现在配不成 那要废红 那又不让红旧柱走 在刚刚我们所得到的消息 说朱立仁跟他的对话 是说叫他支持王金平参选部分 去立委 然后他红旧柱还不可以离开 要让国民党在团结的气氛之下 拱着一轮出来选中 你有没有做到这样的梦 就王金平 我又能再做梦了 请大家放心 我会坚持参选的初衷 履行我的承诺 我不会私下接受 任何条件的交换 也不会向任何不合理的势力逼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